大家好,我是三三九的叶蕙琴老师 小强是个非常知识的孩子 爱慰常常不分享玩具给身边的朋友 所以身边的朋友都不愿意搭理他 这一天呢,小强独自一个人来到公园玩 偶然听到朋友们在讨论关于圣诞节该怎么过的故事 突然听到,朋友们说只要把袜子挂在壁炉上 第二天呢,画纸里就有礼物咯 于是,小强那天晚上他就照住了把画纸挂在壁炉上 就乖乖去睡觉啦 但那天晚上,生的老公公偷偷摸摸的爬进小强家里 为了把礼物塞进画纸里 结果没注意到地上的玩具 把自己给绊倒了 把小强给惊醒了 于是,小强睁开眼睛看着圣诞老公公说 我的礼物呢? 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圣诞老公公的脚有没有受伤 于是,圣诞老公公提了一个要求 说,礼物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要帮我把这些礼物派完给全世界的小朋友 于是,小强很为难地说 啊,礼物那么多,怎么拍得完呢? 小强听了,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照做了 于是,他们立刻寻到把这些礼物派给全世界的小朋友们 在那刻没有派完的时候才发现 礼物竟然没有了 所以,圣诞老公公就问 小强,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些礼物分享给你的朋友玩呢? 小强却说,我才不要呢 他都不乐意过我玩 圣诞老公公却说 因为你的自私,所以导致朋友们都不愿意跟你玩耍 所以,小强听了 非常的惭愧 于是,到第二天早下 小强立马把玩具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 身边的朋友们看到小强肯分享的部分给他们 都非常的高兴 于是,小强就这样和朋友们 重归于好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做人要懂得分享 不能自私自利哦